這題是在高中跟高值都會碰到一個指數方程式的問題 題目是2的2x次方-2x加1次方-8等於0 如果要解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畫為一個1元2次方程式 所謂的1元2次方程式形式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把這個式子去做一個改變 也就是說我們把這個2的2x次方的2提到外面去 把2x當作是單一的一個變數 所以2的2x這樣差一點沒有關係 2的x加上1-8等於0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形成2的x的平方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早期的2次的形式 但是因為它設定是指數 再來呢碰到這個x加1怎麼辦呢 那x加1代表的就是我們在做指數率的時候 2的x去乘以2 是不是得2的上面去做x加1 透過這樣的逆向思考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x加1的2播出去 隨便2的2的x減8等於0 碰到這樣的話 直接就可以去做十字交成 當然有些老師或者同學呢 會把2x當作是一個t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這邊就直接進行 就是2的x做十字交成 這個也是2的x 那再來呢8的話 因為這邊要產生-2 我們就變成4 2的8 那因為這邊是負 所以我這邊要取個負值 那驗算的過程 你就可以發現說 2的2x x 2的x減4 2的x減4 去乘上2的x加上2 就可以去驗算 他去乘他 就是他 那他乘他是2 這兩個相乘 那再來他乘他 這個乘他就是-4 那-4乘2就是等於-8 那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推出說 2的x 因為這整個要等於0 那就變得2的x等於4 或2的x等於-2 那大家都知道指數率裡面呢 2的x四方它就基本上是這樣子上去的 所以呢 它是不可能存在負值 所以這個時候跟這叫不合 好那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2的x四方給2的2次 那也就是說x就是2 我想這題答案就是這樣 好朋友們加油